长场以农年扣合传承的农传人精神 公益因应人类需求而生 从三生需求理论的生存、生活、生命三个层次切入 诠释公益人求温饱的生存 学会设计的生活 以致注入灵魂与哲思的生命层次 开始比如年轻辈的 他们是为了生存而做 所以会有个生存的一个主题 然后接下来从生存之后呢 就开始进入生活区 就是生活需要提升 然后之后到四楼 它这个生命区 它是展示类似我们艺术品的一个层级 所以在三代的展出里面 可以看到不同世代 面对他们当下那个时代生活的需求 特展以台湾代表性的公益家族 王青霜、陈火庆、吉赖高山、陈雕科等十位家族 在保留传统公益下 延续老干性知的生活情感物件 藉由三代公益家族在不同代演化下的代表物件及印记 提供思考未来公益传承接班的新契机 所以这三代其实他们分别都是在早期引领这个公益的潮流 每个时代它都有它的不同的一个定位 那我觉得像有个世代的传承 也是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们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其实每一个公益师都希望家人可以传承 但是会传承的其实甚少 所以这个展览也是让大家来探究这样的 挖掘这样的一个原因 未来可以台湾有更多的家族传承的案例 以传承为核心理念 以人为中心 着重公益与生活时代的连接 展区空间架构于生存生活生命 三者相互依存的三生共荣 让脑中心三代公益人的精彩作品起居一趟 可以把既有的元素含着 也可以把新的一个想法 新的一个思维放到里面 可以展现出不同世代的一个公益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当然既有这种传承的意味 也是希望让我们台湾这种传统的一个技术 手工益的一个工法 都可以持续的来做一个发扬光大 让好的手工益可以继续的一个传承 国地台湾工益研究发展中 星期十周年系列活动序曲 三生有幸亦活相生特展 至即日起到8月4日 邀请民众一起探索台湾工益的发展历程 及多元样貌 记者黄伟伦 草屯镇采访报道